你好 欢迎收看6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为了守护慢性病长者 还有经济弱势家庭民众的健康 花莲县政府连续第四年 推动带状炮枕疫苗接种计划 只要涉及在花莲 年满50岁以上的中低收还有低收入户 或者是65岁以上具有慢性病的长者 及时期可以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13乡镇市的卫生所预约接种疫苗 花莲县政府长照覆盖率高达99.94% 为全国最高 县内共有377个热灵据点 同时逐年提高医疗覆盖率及失智确诊率 为提供长者更周全的预防保健服务 卫生局从110年开始 启动为期四年的带状炮枕疫苗接种计划 因为其实带状炮枕 造成重症死亡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 但是它会让你痛很久 而且很痛 有人跟我说那个痛搞不好 我们生产最多痛个一两天 但是它会让你痛上了好几个月 24号上午县服在大礼堂举行了记者会 县长徐真卫提醒相亲 从即日起只要涉及花莲填满50岁以上的中低收低收入户 或65岁以上具有慢性病长者 都可以前往十三乡镇市卫生所预约接种 无论是让子女安心 或者是让我们长者生活在这个花莲县更放心以外 也要对自己的保健更加的关心 而这些真卫真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珍惜这份资源 如果你符合资格赶快打电话给十三乡镇卫生所 赶快做预约 而这项计划也让不少长辈朝游干 为了预防疾病发生 也都抢在第一时间就前往施打疫苗 美利率下降的人很好用 美利率下降的话什么症状都会跑出来 而且在冻胖门出现的话 我婆婆就得了那个带阵胖门 但是非常痛非常痛 每天都呱呱叫 年纪又大 对对比较安心 有的人就赶快 我都鼓励他们 你如果有这个资格赶快去接受 带众抛诊疫苗接种计划 从110年开始截至112年 已经有9000人受惠 今年预计可以累积1万2000人接种疫苗 能大幅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卫生局也呼吁 今年符合接种条件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乡亲 尽快预约施打 尽早获得保护力 记者徐立琴 花莲视报导